我是小浪,以此意外,我被塑造成蚂蚁大小,我将在花园里生存下去 车丫头,从今天开始,灭虫自卫队正成立,我将认为你为副队长 灭虫自卫队,啥时候成立的? 我刚刚宣布的呀 那我要是不同意呢 不同意啊,那也不好使 成立自卫队,主要是为了锻炼车丫头你 让你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臭浪哥,你就直说,太阳升起来工作,太阳落下去才能下班呗 对,就是这个意思 这样,咱俩才能实现真正的双人生存致富 还能治疗你的各种坏毛病 哼,小致富,也不用这么麻烦啊 小粉丝都说了,看着咱俩生存啊,心都累 劝咱们开创造玩呢 开创造? 哼,我唐当生存专家,要的就是冒险 玩的就是刺激 开创造?也不是不可以哦 哼,橡树脚下,我终于到了 没想到,这次居然这么顺利 看来之前的虫潮,应该算是平平下来了 哼,哼,哼 这里就是之前发生爆炸的地方了 时隔这么多天,明火已经熄灭 但是依稀还能看到燃烧过的痕迹 地上还有些爆炸后的碎片 看起来像是高级材料合成的 那秘密就藏在这片树叶底下 哇,烂哥,树叶下面居然有道门 还有一个通道,科技感十足,看起来好高级的样子 哦 等等,丑丫头,先别着急进去 可能会有危险 哎,我说什么来着 你别笑 嘿,丑丫头回来了 快跟我说说,从这客人门进去 都有什么东西 浪哥,我也不知道 我刚进去,就被一只大蜘蛛给攻击了 不过,浪哥,你灵活,走位快 又穿着这身铠甲 小心对付它,应该没问题 哦 好,丑丫头,看浪哥我的吧 噓 噓 这个蜘蛛和营地木装炸的蜘蛛不一样 这是狼猪 哦 它擅跑,能跳,生性凶猛 而且最重要的,它毒性很大 能毒死只麻雀 大的狼猪,能毒死一个人 噓 所以车上的钢材,才被它一击毙命 噓 但是,我现在穿着蚂蚁铠甲 我倒还真想看看,它有多厉害 我能不能打败它 噓 来吧 你你 快快站在那儿别动 我可以让你死得舒服点 要不然 嗯 怎样 那就是我死呗 哎呦,你妈 哈哈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浪哥,啥也别说了 咱俩一起去盘它 我 浪哥,啥也别说了 咱俩一起去盘它 他 浪哥,啥也别说了 咱俩一起去盘它 哈哈 我说,能不能让我把话说完 你,你说 咱俩一起盘它 啊 啊 杀 你别笑 啊,我真的是太难了 别的阿婆主都是安然无恙的进去 到我这儿,又是虫头,又是蜘蛛堵路的 太欺负我了吧 哈哈 我要求换村导 从未欠过有如此 厚颜无耻之人 哎,打也打不过 进也进不去 这可怎么办呢 嗯 臭浪哥 这不是你 非得玩困难模式吗 哎,虫头 你去哪儿 太阳落山啦 我下班咯 你 你 OK Hello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Hello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Ohoho